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济村 它隶属于安徽省太湖县 据省会合肥约180千米 长久以来 圣济村的村民都依靠种植水稻 红薯等作物繁衍生息 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 然而 几年前发生的一场意外 却打破了村中的平静 2006年12月的雨天 当圣济村的各家村民 敬田雾农时 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村里的大片农田 都遭到了破坏 不仅靠近山脚下的稻田损坏严重 就连紧挨农舍的红薯地 也是一片狼藉 有些红薯被连根翻起 有些红薯上 还有被砍食过的痕迹 那么 究竟是什么动物 糟蹋了这些庄稼呢 为了探明真相 当地民警组成了调查小组 来到了圣济村 由于事发后 村民时常到被毁的农田中劳作 动物留下的脚印遭到了破坏 残缺不全 根本无法辨认 就在人们感到遗憾之际 一位调查人员在距离农田不远 一块村民很少涉及的荒地上 发现了几个清晰的足印 经过仔细甄别 这些足印上有四根脚形 其大小形状与野猪的足印极为相似 据此专家断定 过坏农田偷食庄稼的真凶 很可能就是野猪 于是 有些村民就在农田四周架设起了电网 在这之后 情况有所好转 大面积农田被毁的现象 再也没有出现过 正当人们以为 这场风波已然过去之时 意外再次发生了 这一天清晨 圣济村一对年近花甲的夫妇 正准备到田里干活 突然 一头野猪从拐角处冲了出来 疯狂地撞向夫妇二人 在将两位老人撞倒后 野猪又对二人不停地撕咬踩踏 目睹此景 四周的村民立刻赶了过去 野猪转身逃进了山林局中 村民将两位老人迅速送往了医院 虽经尽力抢救 但由于伤势严重 其中一名受习者失去了生命 圣济村村民遭到动物袭击的事件 引起了很多生物地理学家的关注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贵友教授 就是其中之一 野猪呢 它是一种分布十分广的 这个有题类动物 在我国的这个森林 草原 包括昭泽和农田 这种各个生态系统里边 都能找到它的这种踪迹 在调查中专家注意到 受其的村民并不是和野猪偶然遭遇 更像是野猪躲藏在暗处 对过往的村民给以致命一击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说 有时动物会凭借记忆能力和判断能力 选择性的对人类发动攻击 专家了解到 攻击夫妇二人的野猪 少了一只耳朵 这种野猪很有可能在投石庄稼时 触碰了村民架射的电网 被垫掉了一只耳朵 继而开始不断袭击 报复圣地村村民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么这头疯狂的野猪 极有可能再次攻击村民 为了保护村民的生命排查安全 经上级部门批准 调查人员和村里的老猎户 共同组建了行动队 近山对这头野猪实施围捕 当天夜里 队员们终于将这头 只有一只耳朵的野猪捕获 调查人员发现 野猪受伤的耳朵上 存有明显的焦黑痕迹 应该是电击所致 这也验证了此前专家的推断 疯狂的野猪被剿灭后 当地政府对受害者的家庭 给予了补偿 同时对于村民 撕拉电网的行为 也进行了劝阻和清理 可是圣祭村村民 悬了很久的一颗心 却依然无法放下 村庄就在大鳖山脚下 山林中野猪的数量 不计其数 而且野猪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不能随意捕杀 村民们担心 如果再有野猪下山破坏农田 攻击村民 他们又该如何是好 那么能否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能保护野猪 又可以让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受到侵害呢 现在野猪本身就有 这个把它进行人工饲养的 那么确实有一部分 这个农民呢 他把这个野猪呢 这个捕获起来 然后进行圈养 这样的事情是有 在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下 圣祭村的村民开始捕获 训养野猪 如此一来 山林间野猪的数量得到了控制 即使到了冬季 也基本不会发生时务短缺的状况 野猪下山侵扰农田的事情 再也没有发生过 圣祭村野猪的烦恼 就此彻底消除了 现如今圣祭村的村民 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 训养野猪取得了成功 把原本野猪带来的麻烦 最终变成了收益 于是在圣祭村这个小范围的生活环境中 达到了一种生态的平衡 其实在我们的地球上 还存在着一些远离人们居住的区域 人类和动物都没有频繁涉足的地方 因为没有外界过多的打扰 这些地方也显得格外安静和惬意 从而成为了人们游览的圣地 在非洲南部就有一个叫 奥卡万哥三角洲的地方 这片绿洲可以说是非洲动物的天堂 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到这里来度蜜月 可是不久前的一次意外 却打破了这里的瓶颈 冷血伤手突然跃出水面 食草动物竟然性情大变 是什么导致人间悲剧再次出现 毕竟零距离之从云探秘 这地中国正在播出 奥卡万哥三角洲 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 这个巨大的三角洲 供养了一个巨大的动植物生态序列 是非洲最著名的动物避风港 当然这里也有凶恶的捕食者 一个美妙的夏日 布鲁斯和詹尼斯·辛普森 在一位当地导游的陪同下 开始了一次野外之旅 他们要穿过一片湿地 才能到达风景最优美的地方 导游撑着竹竿向前发行 水面异常的平静 突然 一个不明物体 从水里突然冲出水 船翻了 布鲁斯落入水中 一个庞然大雾 咬住了詹尼斯 我转身时 看到了一个灰色的巨大身影 我被推到了泥沼中 我快被淹死了 布鲁斯冲出水面 我站起来后立刻去找我妻子 但我没看到她 船也不见了 到处都找不到 布鲁斯拼命地寻找妻子 最后 她找到了 我冲过去 将她的身体翻过来 她的 她的前胸后背 都已经被咬穿了 头部也受了伤 身体里的血 不停地往外涌 到处都是血 到处都是 布鲁斯 布鲁斯尽了最大努力挽救她 詹尼斯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蜜月瞬间变成了一场噩梦 布鲁斯悲痛欲绝 究竟是什么动物 向游船发动了攻击呢 经过反复搜寻 这种动物就是 看起来温顺的 科马 实际上 科马 汉后的外表背后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巨大危险 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当地政府 立即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 展开调查 一只从事 和马研究工作的生态学家 乔安 埃克斯丁教授 来到了事发现场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真相 阿提杰罗姆是一名野生动物管理员 经常与河马打摇道 他们能在一百米之外闻到人的气息 只要风中出现一丁点变化 他们很快就能判断出你的方位 只要你的衣服稍微蹭一下其他的东西 他们就能听见 埃克斯丁教授断定 河马一定知道有人类正在靠近 但是 他的行为似乎有点反常 通常 河马应该是逃跑 而不是出击 河马非常容易受到惊吓 他们会尽量避开人类 这只河马 为什么不逃跑呢 你难道不认为 领地之争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 不太可能 因为领地上的雄性统治者 会和雌性在一起 但实际上当时只有一只河马 这只河马不大可能 是为了保护领地发起攻击的 没错 如果这起习人事件 不是因为河马保护领地 而发起的攻击 又会是什么呢 科学家们通过调查当地的地质情况发现 河马的栖息地 奥卡万哥三角洲地区的水源 来自安格拉的一条河流 而安格拉每年的雨量都很充沛 这些雨水流到河里 然后在平原上散开 为这片绿洲提供生机 然而 袭击事件出现的时候 这个地区正值酷暑 这里的气温高达37.8摄氏度以上 恰恰在这一年 雨季又来得很晚 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旱灾 降雨十分匮乏 气候的变化给河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就意味着 河马只能在河道沿岸找到青草 这不得不迫使大量的河马聚集在一起 从而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由于很难获得足够的食物 基于统治地位的雄性河马 就会发动攻击 对于年轻的河马来说 这是致命的 他们会尽力躲藏起来 当领地迫于集中的时候 他们甚至无处可躲 在每年的这一时期 年轻的雄性河马会被逐出较大的群落 你知道他们会变得遍体鳞伤 他们通常都会离开群落 躲进一处偏僻的水坑里 这些被逼入绝境的雄性河马 感到非常恐惧 于是来到了一般河马 不常出现的潜水区 希望躲过其他强壮河马的威胁 当他感觉到危险逼近时 他们会拼死一搏 甚至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科学家们在拿出调查结果的同时 也不断提醒着人们 动物和人类一样 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 当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发生变化时 其生活行性也会随之改变 河马袭击人类的事件终于被查清楚了 这期事件提醒我们 当我们进入野生动物王国的时候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 生物是复杂而又独特的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那么就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从大别山野猪袭人事件 到非洲的河马袭人事件 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难道人类与动物真的是要相互对立 充满矛盾的吗 其实由于人们的一些行为 确实使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 不过随着人们保护动物意识的提高 大家也开始逐渐地认识到 动物与人之间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我国云南的蒙养自然保护区 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到温馨的故事 精彩继续 神秘山谷 众人铸足为官 悲情巨兽令人唏嘘感叹 爱恨之间 为何尚且如此凄凉的生死离别 意境凌距离之从云探秘 地理中国正在活出 蒙养自然保护区 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 距离西双版纳 带足自治州首府景洪市约36千米 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千米 2006年5月的一天 上午10点 在蒙养自然保护区的213国道上 出现了离奇的一幕 之间在车辆和人群来往 比较密集的公路上 竟然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头影像 它们停留在公路上迟迟不肯离去 野巷的出现阻断了213国道的交通 这时公路两端被阻的车辆 排了数百米之远 很快有人向保护区管理部门 报告了这个情况 保护区的相关人员立刻赶往现场 他们首先在距离野巷 大约200米远的地方进行观察 半个小时过去了 调查人员发现 野巷没有做出任何危险的举动 于是他们开始一点点向野巷靠拢 正当调查人员移动到距离野巷 大约100米远的地点时 他们看到了一幕令人倍感惊讶的景象 只见在这两头野巷脚边的地上 竟然躺着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 这头小象的皮肤呈现为乳白色 它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像睡着了一样 而旁边的那头母象静静地站着 它似乎在等待这头小象睡醒 好和它一起赶路 这一大两小三头野巷 究竟遭遇过什么 它们为什么会长时间滞留在公路上呢 这时天空中下起来 公路两端被堵的人越聚越多 考虑到野生亚洲象是群居动物 因此专家推测 这头母象和这两头小象 不应该孤立地生活在保护区内 它们很可能属于某一个象群 它这种动物就是群居的 小象也是跟非小象都一样都是群居的 特别是在对自己的药宅啊 对自己的同伴啊 这个父亲的关爱情度挺高 为了调查清楚这头小象和这对野象母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专家的建议 调查小组决定兵分两路 一组人员留在213国道上继续观察这对野象母子的情况 另一组去213国道周围的森林中寻找野象群 在当地象岛的带领下 调查小组开始在东北方向的热带丛林中搜寻 此刻213国道上的小象依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母象则执着地守着自己的孩子 耐心地等待小象醒来和自己一起赶路 远远的调查小组看到 象妈妈每隔五六分钟就用脚轻轻地触碰一次小象 这样的动作她重复了将近上百遍 当看到小象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时 象妈妈似乎有些着急了 她开始改用另外一种方式呼唤她的孩子 只见象妈妈将自己的鼻子伸向小象的嘴巴 似乎在对小象做人工呼吸 看来母象仍然没有放弃小象 她还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醒过来 看到这一幕 旁边长久等待着的人群 也不忧得被象妈妈的耐心和爱心而感动了 再三尝试了多次以后 母象看到小象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她似乎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逐渐变得有些焦躁和不安起来 开始不住地抬头哀嚎 一声声的鸣叫划破了雨林上空的阴霾 似乎在向谁诉说些什么 看到这样的情景 公路两边受阻的人群决定为母子俩让路 人们开始疏散 汽车也纷纷掉头绕到昆曼公路 人群和车辆逐渐散去 在213国道上 只剩下母象和小象的身影 住立在那里 凌晨一点 213国道上 调查人员远远望去 只有小象躺在那里 调查人员来到了小象身边 他们发现 小象已经没有了呼吸 经过仔细检查后 专家认为 这种小象应该属于自然死亡 就在这个时候 跟踪野象群的调查小组传来消息 他们在保护区西南方向的三岔河口 发现了野象的宫迹 这是一个由十几头野象组成的象群 其中有一头工象 几头母象 以及数头一两岁到四五岁的幼象 专家发现 213国道上野象母子的外貌特征 与这些野象极为相似 他们应该就是这个象群里的成员 那么这群野象又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的迁徙呢 亚洲象 它还是植物性的野象动物 喜欢舔着一些盐碱 補充盐分 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不光是亚洲象有这个爱好 经过了解后 调查小组得知 三岔河口一带不仅植被丰富 有足够的食物适合野象采食 而且这里河水中的泥沙含有盐消之类的矿物质 而野象需要定期补充身体里的盐分和矿物质 因此他们会时常光顾这里 考虑到野象群会定期到三岔河口来补充盐分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在三岔河口的上游及下游沿岸增加了食盐投放点 以方便野象就近取食 尽量减少野象横穿公路的次数 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在保护区内设立了很多警示牌 提醒人们爱护野象 不要干扰野象的活动 现在蒙养自然保护区的野象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其数量稳定在200头左右 现在蒙养自然保护区采取定期适度的向游人开放 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修建了很多保护野象活动的设施 使保护区内人们的活动尽量不干扰野象的生活 其实地球上的生物都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 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离开了动物 人类就无法很好地生存 生物学家指出 人类与动物都是自然界对档存在的一个部分 各自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 我们确实应该回到这个起点上来考虑共存的问题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工作 我是盛春 您再见